美元指數這幾天稍微回軟 所以呢國際金融市場呢 外匯市場喘一口氣 但是日元先生真的很兇 今年年初他先喊日幣150 他現在喊日幣明年170 對 那麼看到美元呢 這兩天從高檔114.7呢 稍微的回落了 那也讓雅谷的壓力稍微減輕一些 那可是日元先生沈雲英姿呢 他說明年日元可能要再扁到170 就是從150再扁13%的這個水位 那看到日元來到150左右呢 日本央行也大舉的干預 大概就花了6兆日幣左右 那他預估呢 其實在黑田東彥的卸任之後呢 那可能日本央行有機會進入升息 這樣子的軌道 但是這個都是明年之後的事情 那看到美元指數呢 目前是稍微回到110以下的這個位置 那人民幣部分呢 在習近平大獲全盛之後呢 那人民幣也是續扁 因為共同富裕啊 不管是入股的外資 還有內資啊 都要這個想辦法去撤離 所以人民幣 在大陸部分也是開始去拋美元 進行一個主扁這樣子一個動作 那可以看到這個 日元的話那目前是來到 稍微的回落一下下 那高點是創在150的這個位置 那在台幣的部分呢 也是這兩天稍微的 直扁了 來到32左右的位置 但是台幣也是今年扁的蠻兇的 那寒歡的部分也是 今年亞幣部分其實表現都不相對不好 歐元部分 今天可能要剩一三碼或者是四碼 稍微有些反彈 大雄指數呢 今年是美股裡面跌幅最輕的 那目前是跌了12%左右的位置 S&P500呢 今年最多跌了兩成五 那現在稍微回到兩成的位置 那斯達克呢 科技股回檔最兇 那現在是大概回檔到三成左右 配半呢 這跌得更重 來到四成左右的位置 那上陣其實在今年 這個低點呢 還稍微守得住 那今年以來跌幅是來到17% 那在 另外港股的部分 那最近也是大逃殺 那前兩天還一天跌6% 那現在是 整年下來再跌了三成三左右的水準 那嘉勳指數 同樣的也牽涉到台海的問題 那今年以來也跌了三成 跌幅跟2020新冠疫情的幅度一樣了 那日經指數跌幅稍微輕一些 來到6.8% 首爾指數 韓國的話跌了24%的這個幅度 印度呢 跟美國相對關係比較好一些 印度是漲了0.6%的 印度已經算是亞洲市場跟全球市場當中 今年相對強勁的 對 今年沒有跌都算厲害了 對對對 今年這個算是很強勁 新興市場了 那在胡志明指數呢 越南也是匯率狂扁 那也是股市的指數狂殺 跌了三成四 那可以看到在中概股的部分 阿里巴巴今年跌了46%了 騰訊跌了54% 那可以看到其實中概股 最近的這個狀況也是表現不是那麼好